台大新闻所在中加集团赞助下举办媒体论坛 邀请产观学界聚焦电视媒体制度 两场座谈会分别探讨商业电视与公共电视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方向 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跟中加公司展开 其实三年期的长期的合作 那我们透过这个合作呢 会举办一系列的有关于传播的论坛 那今天我们办的这场论坛呢 主要聚焦在电视制度 一方面谈台湾的有线电视市场跟电视新闻的品质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关心最近公共电视的 新的这个董监视会的组成 以及未来的发展的政策 所以今天这两场我们都邀请到 在这个业界呢相关的高层的主管 跟传播学界啦 甚至于是政策界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委员 一起来与谈 那这是今天我们所办的论坛 那我们论坛呢大概一年会规划办三到四场 还有一场比较大型的研讨会 我想其实传播生态改变非常的大 那我想在这一个巨变的浪潮之下 包括产业界 学界 政策界 甚至于公民社会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有高度的沟通 共同去面对这个情境 然后共同思考怎么样能够改善现状的方案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论坛举办的初衷 首场座谈会邀请卫星电视工会秘书长陈一梅 中家数位董事长郭冠群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王维金 从产业制度法规等面向进行探讨 中家数位董事长郭冠群也以自身经验 认为台湾媒体需要注入更多的活税 我们投中家已经三年半了 当然我的过去是banker 所以我们跟台湾很多的大企业的老板都非常的熟 所以说至少有三个大老板 起码是台湾可能前12大15大企业 那样等级的老板 跟我说过 他们其实对投中家是有兴趣的 你们想想看 全世界各国的首富 哪一个传统上不是当国当地的房地产 媒体 电信 金融这样出身的 或消费 其实那些老板 其实如果说把我们的行业 有些人是当做一个传统的有线电视 有些人把它当做一个媒体 有些人把它当做一个新媒体 新科技 定位不一样 所以其实想参与的人很多 所以当我想想把活水引进来的时候 不只是说资金的活化而已 而是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可以带进不同的冲击 不同的进步 不同的动力在那边 第二场座谈会则是邀请公共电视董事长胡元辉 世代文化创业群指行长周一辰以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林立云 以公共媒体的扑服与前进为题进行探讨 有关于这个传播生态的部分的确是我们国民大家应该关注 那其中在传播生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 特别就是公共媒体的部分 因为公共媒体是属于国民的全体 那么如果大家都能够关注属于我们自己的广电媒体 应该怎么发展的话 那这个社会就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公共媒体而得到注意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对于公共媒体的挑战 以及它的未来做一个展望 今天这样的一个论坛事实上结合了产观学各方面的领导者在这里面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交流 因为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传播生态 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克服 或者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往哪个方向去走 在与会来宾烈烈交流中座谈会圆满成功 中佳集团期望透过赞助举办论坛集思广益 为健全台湾媒体发展进一份心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